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趋向于书面的文字 以文字为中心 这个突出文字为中心的这个文学 这个发展以来 这个一个自然的 一个必然的一个要求 一个自然的一个趋向 那就是要注重文字本身的那个 它的生运的美 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生运的美 所以到这个所谓持的永明年间 南持永明年间 这个像像这个沈约啊 这个王荣啊这些人 就利用当时对于四生的认识 对于四生的认识 那个所谓平赏去入 这个四生的认识 把它运用到诗歌的这个创作当中 诗歌的创作当中 简单的讲 我上次也抄了一段那个话 就是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边的话 这是沈约写的 可以讲是他怎么讲 就是自己的一个表述了 它里边实际上讲的一个简单意思 就是当时的那个诗 基本上是五言的 一句五个字 或者一连是十个字 这个一句或者一连之内 这个声调要有戳锣的变化 前有福生 后须窃想 一简之内应运尽书 两句之中 轻重西义 是这样一段话 那上次也提到了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追求 这样一种意思 实际上是跟这个佛教的影响 是有关系的 佛教翻译佛经里边 那个所谓的守卢家的那个尸体 佛经里面是有运文部分 散文部分 那个运文部分呢 实际上是很多那种 所谓守卢家尸体 那种 那种 这个 一句可能八个音节 然后 这个 一共是 四句大概构成一节 这样的一种形式里边 它那个上下两句 一共是 十六个音节 十六个音节里边 差不多有近一半 实际上是有 长音和短音的规定的 长音和短音的规定的 就是 当然中文有中文的特点 中文不是说长音和短音的问题 中文是讲这个四声的差别 那后来四声二元化 主要是趋向于这个所谓平声和浙声 平声和浙声的问题 那么这个平声和浙声 它必须要有交错 所以规定在哪一些位置上 应该是用平声用浙声的 对不对 这个是这样 这是有很大的相似性 其实我意思就是说 受到佛教的这个影响 它不是直接照搬 不是直接照搬那个印度的 比如说梵文诗的那个格律 是说那样一种意识 在中文诗歌当中 在当时这些诗人 他们对中文 这个中国文字 这个所谓四声的认识的基础之上 意识到是要有这个交错的变化 所以建立起来的 建立起来 所以这样一种认识呢 实际上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就是我这里抄一个话 因为上次提到的佛教影响 我写一段话给大家看 实际上当时是 这个这样一种认识 就是强调我们要有这个声调的 这个错落变化 这样一种实际上是在跟印度的 这个诗歌或者梵文诗的格律 进行对比的这个前提之下 大家这个认识是大大的清晰起来的 我抄这段话呢 是这个高声传 是那个慧交 这个慧交的这个高声传里边的一段话 它是说什么呢 这个它讲 东国之歌也 劫运以成永 西方之战也 作祭以赫生 作祭以赫生 那个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很清楚可以看看 所谓东国就是讲中国了 东国的这个歌是什么 劫运以成永 就是运 我上次也提到 中国诗歌原来所谓押运 这是很早就有的 对不对 从一开始就讲究这个运 所以那个怎么叫做诗 这个运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中国诗歌里边 起码到这个南朝之前 那个运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形式上的一个 一个要求 一个特点 对不对 那么西方之战也 西方当然是讲这个就是印度了 对不对 作祭以赫生 祭大家知道 就是那个诗祭 作祭以赫生 所以你看这个里边 它一个是叫做这个 它突出了这个 一个是突出了运 对不对 一个是突出了这个所谓的 要赫 赫是什么 赫就是要印赫 要印赫 要互相这个 要印赫 要有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东方西方 在当时人里面 实际上是 在佛 对佛教有所了解的 对西方的这个 当时的西方 就是印度的 这个思虑 比如说了解的人当中 这个东方 中国和印度 一个运 一个赫 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对比之后的一种认识 所以想这个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基本上像沈约这些人 像那个王荣这些人 他实际上都是 对这个有相当了解的 有相当了解 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们 在中国过去的 对中国过去 是对应运的 这个要求的 这个基础之上 又要求有这样一种 努力的一种追求 是希望有所谓 这个贺 就是这个福 福享 切身 这个轻重 这些表述 实际上都是 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这样一种 思虑的一种追求 那么造成了 后来就是说 这个诗歌的 这个 音韵上的美 音韵上的美 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上次也提到 像卸挑 卸挑可能就是 运用这种新的音韵知识 这个声韵的知识 然后对 来进行诗歌创作 达到所谓好诗 要流美远转 流美远转 这个一方面是 指这个字面的 文词的 另外一方面 这样也是声音的 声音的 这样的一种追求 这个当时后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诗 有很多的说法 比如说 有的叫这个 就叫永明体 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做 这个所谓的 奇良体 这个实际上 差不多都是指 那个时候的这种 这种诗歌 但是这两种体 当然是有所 可能表述的时候 是有所侧重 有所侧重 清代就有人讲过 这样这个所谓永明体 可能更多的 因为我们讲永明生律 更多是讲 这个生律上面的 这种特点 这种所谓的 这个永明体 奇良体 可能更讲是在 它表现的那个风格 它的制造的美 当然也可以包括 这个音韵的方面 所以这样的一种诗歌 这种诗歌 跟之前我们讲的 就是说 之前的这个 静颂型的那种诗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是有所不同的 有这样一个变化的 所以这是要说的 那么接着之后 这个 大家知道 这个基本上是齐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齐 然后接着呢 实际上是所谓的这个 应该是到所谓的梁 对不对 梁 梁带呢 这个文学当中 最重要的 当然一种新的 从诗歌上来讲 最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 宫体诗 是这个时候诗坛 这个 后代对这个诗坛的 一个评价的时候 会经常提起的 而且在当时 确实也 非常有影响的 那么宫体诗呢 其实是梁带 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梁带后期 梁后期 这个梁武帝 在中国历史上 统治的是 非常之久的 所以梁带的那个文化呢 当然也非常的发达 这个梁武帝 萧远呢 也非常喜欢 这个浩文呢 这个人 那么在整个的 梁带的后期呢 当然这个 所谓公体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这个也并不完全是这样 所以当时的一个 很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实际上是有 不同的 这个文学的取向 或者有不同的文学的团体 相对不同 这都是讲相对来讲的 那么这个要讲到这个呢 实际上有一点非常重要 讲到宫体 还有一个这个概念 就是所谓这个 所谓宫廷的文学 这很多是 所谓这个宫廷的文学 这一点呢 我们是 要讲的 这实际上是 这个整个这个六朝文学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特点 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那个时候 形成了所谓的这个 文学集团 或者是文人集团 文人集团 很多的文学创作 都是一种群体性的创作 它不是一个个人 这个偶发的 特定的时空之下 它有所思有所感 然后进行这种创作 它实际上是很多 是这种群体性的 我们从最早的时候 开始看到 就是汉末 那个时候汉卫之计 那个所谓叶夏 所谓叶夏文人集团 就是这个曹丕 曹直 对吧 那个当然曹丕最主要 我们上次提到 曹丕是最主要的文学 所谓建安妻子 建安妻子 从了恐龙之外 但都后来 都是因为当时天涯大乱 最后都 这个曹操扫平 这个北方 很多文人都会到他的门下 所以这些人在一起做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作品 他们是所谓什么 他们是所谓这个同体共作 他一起用同样的题目 来做诗 做妇 是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 那么到后来还是很多了 很多都是文学 我们前面 就我们文学史上讲到 我前面讲到过 比如说兰庭的 兰庭的这些文人 他们聚会在一起 那有一些是很有名的文人 有一些后来是很有名的政治家 像谢安这样的人 对不对 还有一些和尚 那些僧人 玄学的名士 都在一起进行这个创作 对不对 歌咏 那个集会 这些活动很多 那么南朝以后呢 其实以这种风气 也是非常的之甚 非常之甚 他一般都是围绕着 一个贵族的王宫 甚至是直接就是 可以说皇族 这个形成不同的 这个文学的群体 你比如说这个 前面提到的 这个所谓 敬陵王 这个 肖子良 肖子良 他门下就有聚集了很多 这个 当时在 在这个南京 就召集了很多 很重要的文人 在他的门下 后来又所谓 这个所谓 敬陵八友 敬陵八友 所谓的谢挑 王龙 沈约 这个 这些人 范云 人访 这些都非常有名的 这个文人都在那里 萧炎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萧炎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 就是后来这个 梁的这个 梁武帝 开国的这个皇帝梁武帝 他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后来就是 带这个 就是梁 带了 带持而立之后 开辟了新朝之后 所以这一批文人 其实很多 还是延续下来 比如像沈约 沈约他整个的这个活动 跨了宋池梁三代 但是呢 他在池那个时候 基本上已经可以讲 是文坛的领袖人物 顶尖人物了 到了梁的时候 他当然又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协助 这个梁武帝 取得天下的人物 所以他本身 你可以看到 池梁这个文人群体 这样是有延续性 南朝实际上都是这样 一直到这个 池梁文学群体是这样 一直在梁 后来到城也是这样 比如说 后来这个徐林 徐林 徐林也是梁代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 一个诗人 他也是宫体诗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他后来就是入了城 入城 也是梁城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池梁城 这个可以看出来 因为很多的文人 他实际上是 是同一波人 在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延续 是交相掩替 所以有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到了梁代 就特别的盛 因为像 萧阳 他是静明 所谓静明八有之一 他的几个儿子 就是萧桐 萧刚 萧桐 萧刚 萧毅 这几个非常有名的儿子 在文学市场 都非常有名的人物 这个几个都是很喜欢文艺的 也都很有学问的人 各方面的知识也都非常的丰富 经学 玄学 佛学 都相当的精通 所以是这样一批人 那么在分别以他们为中心 实际上都有一批文人 聚集在他们身边 你比如说萧桐 萧桐这个所谓招明太子 我们知道 他当时就有一些 比如像刘孝 刘孝戳 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 那么这一批人 那么他当时 当然刚才也有说 就是说文学 就编了这个文选 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选集 它里边实际上是注重的 那个注重那种文学的特点 注重文学的特点 选了这个数百篇 这个过去的诗文副 那个主要推重的实际上 是这种华丽的文风 可以讲是文人文学的一个典范 典范的作品 后代很多人都是以文选为了解 前代文学最基本的一个典籍的 一个典籍的 我们知道唐代那个李白 曾经号称说三逆文选 就是他模拟 三逆文选 所以是这样的 从诗歌来讲 它里边突出的 也就是我前面上次也提到过的 整个六朝诗歌 汉卫六朝诗歌里边 那个主流的那条路 实际上从文选的选篇里面 也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来 就是像曹子 像陆基 像谢灵印 谢挑 这些相对来讲 选的都是比较多的 这篇选的比较多的 所以它基本上代表着 当时主流的文学观念 它勾勒出来的 我们现在讲文学史实际上 都是后代造成的 都是在特定的文学观念的基础之上 建构起来的过去的文学史 实际上它所建构的 就是代表那个时候的 文人文学的这样一条文学史的一条路线 所以这个是一种 一条路线 当然萧刚身边 大家知道萧同事 后来就死了 对不对 它没有 之后这个简文帝 后来即位的简文帝 这个所谓的萧刚 萧刚呢 但是萧刚门下的文员 后来有很多是非常有名的 包括这个 就这里写的这个 徐灵和后来的这个余姓 而且还有他们的父亲 徐坚武 他们的父亲 这个徐氏父子和余氏父子 都是在他身边的 都是在这身边的 然后在这一批人当中呢 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文学上的努力 那么这个里边呢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的 可能就是这个 预台信用 编辑的预台信用 编辑的预台信用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技术 因为是徐灵 向来认为是徐灵编的 当然这个我们已经去世的 这个张维恒教授 认为不是 还认为这个不是徐灵编的 这个应该是陈的那个张立华 认为是张立华编的 他也有很多这个论证 当然这个也有人坚决的不同意 这个张维恒教授是反复的论证 这个我这里只是说 这个一般的见解 一般的见解 我没有任何的评论 但是我想文学史大部分还是说 他是一般说徐灵 不管吧 反正那就是预台信用 编辑的这个机制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里要讲的 这个所谓所谓公体 公体 那我这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你们可以看出来 所有这些基本都可以讲 这个都可以讲是所谓的宫廷 宫廷文学 就是宫廷是以这个帝王 或者一些王子 一个王公 一个贵族为中心 所构成的这个一个文学集团 他们进行了很多文学活动 这个实际上都所谓是宫廷文学 宫廷师实际上是在宫廷文学的 这样一个宫廷文学 宫廷的文人集群 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它出现的 是出现的 那么这整个这样一种情况 其实所谓的宫廷文学 再往下发展 我们前面讲了 从金灵王小指南 一直到后边 这样都是 他知道陈代 那个 这个陈后主 陈淑宝 然后后来隋阳帝 包括一直到唐太宗 这些喜欢文艺的人 这些人也都是有特别的本领 唐太宗当然也有雄才大略 陈淑宝可能没什么本领 但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 都多少喜好文艺 那喜好文艺的人身边都有一批文人 所以基本上一直到 唐太宗那个时代都可以看到 以帝王为中心 那个宫廷文学实际上是非常发达的 宫廷师实在这样一条 长的历史的脉络和背景当中 出现了 那么这个里面所谓的宫廷 所以宫廷不是宫廷 宫廷和宫廷有关系 宫廷文学有关系 宫廷不是宫廷 宫廷是指什么 是由特定所指的 这个宫实际上指的就是 东宫 就是太子的东宫 就是萧刚 这个简文帝还没有当皇帝之前 这个太子的东宫 他以他为中心所形成 他担任太子的时候所形成的 这样的一批人 那就包括了这个 像这个徐氏父子 于氏父子这一批人 那个宫廷最早出现的时候 是在梁书里边 是在梁书里边出现的 就是梁书的这个 简文帝制 那边 写到宫廷的时候就提到了 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说 他对宫廷有一个判断 说他是这个文章 叫桑于清迷 就是清迷当然就是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当然不是一个好的评价 那桑于清迷好为宫廷 后来也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 就是基本上宫廷在文学史上 现在的文学史上 或者过去的 从这个隋唐以下 唐代那个时候开始 宫廷都不是一个特别 在正统的文学史家的眼光 或者历史学家的眼光当中 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评价 那这个评价实际上包含 两个负面的意见 一个当然是道德的批判 一个是道德的批判 包含有道德意义的批判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文学上的批判 文学风格上的批判 这两方面实际上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这个我们认识到这个以后 然后来看这个所谓的工体 工体其实现在这些年 就是我们比较客观的 相对客观的来看这个所谓的工体 之所以工体在很大程度上 我前面讲道德上的这个 或者文学风格上 对它有批评 它主要是工体 其实是包含了几种不同的题材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或者大家想到工体就会想到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女性的 女性的作为描写对象的一个 这个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方面 包括写女性的形体 容貌 写女性的生活环境 她用的东西 用的物件 这些东西包括还有 她可能有舞蹈 她的动作 这是以女性为中心的 各种各样的事物 作为对象来进行描写 那这个方面呢 其实是工体 我们现在想到工体 最直接的一个方 会想到的 那后来很多的批评之下 也是集中在这些方面的 集中在这些方面的 所以这是一个 当然呢 这个 就是女性周边的种种 当然呢 它里边实际上你也承认 它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传统的有的内容 就是所谓的公愿 所谓的归愿的题材 归愿的题材 然后呢 跟这个相关的也有什么 比如说永务 永务 永务实际上也是当时 非常非常多的一种 写的一种题材吧 那甚至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 边塞 你看那个时候的诗 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工体 主要的考虑的地方 过去主要考虑的 实际上是这个 主要是以女性为中心的 这个呢 确实是所谓 以前是在文人文学的传统当中 以前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突出 那么这个 这个对这个的批评 当然就是有好几方面了 就讲了就是从道德的批评 或者怎么样 但我想呢 就是说这个 从道德批评上来 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